今天来KL Tower当一天的游客 然后等一下要见我朋友 他从新加坡来带我来做游客 今天是要来那个KL Tower Walk 就是这一个啦 我们今天要来这个KL Tower Walk 这样时间应该没有人可以走 因为太远了 对,可是今天还好天下雨 没有胃高没有 没有啦,怕啦 我也不懂我怕没有啦 怕高吗 我有时候会 隔壁这边应该是去餐厅的,你看比较多人 我们这边没有人 两条水吧 嗯,有消毒水的味道 他还有这个Safety and Health Rules maximum 140kg 所以大肥老大肥婆不能来耶 柠檬120岁可能小孩子也不能 还有这些 啊,然后如果是女生的话 记得不要穿高跟鞋 记得穿裤子 像我这样子 哇 然后现在要欠这个所谓的生死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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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冰冷的时间 好 所以你需要时间 你需要冰冷的时间 然后再一次 OK 一回合啊 我已经心跳了 太好了 心跳 火火火 有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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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到了城楼啊 是城楼啊 嗯 这个是很高一 所以它的绳子是这样勾在背后的 这一个距离其实很短罢了 比我想象中的矮啦 它有点通就有点可怕了 是不是害怕了 有点点 啊玻璃了玻璃了 来了来了 这边拍照比较美 等会拍那个高的那个建筑 拍一下照先 啊热了拍了照 来了来了来了 OK啦还好啦很假啦这个效果 一点都不真实 吓不到我 现在要走完了啦 很快的 基本上你10到15分钟就走完了 所以 能尽情的拍照就尽情的拍 不然你不能重复了的 然后它会给你戴这个 蓝色的保护套 然后再戴这个帽子 所以基本上你会很 哈哈哈哈 很吵诶这个东西 冰冰箱这样的 没有料料 哈哈哈 呦哦要走完了 所以它玻璃的这一段 基本上就一点点而已了 然后你踩它 它就会有声音 诶没有声音阿鱼 嘿 没有了 跳舞一大 就这样子走完啦 一下子而已 如果你没有拍照 的话基本上一分钟走完了 哈哈 活了28年 人生中第一次在KLTOWER前面这样子拍照 哈哈 哈哈 可怜了 一下子一屁股坐下去那个草地 整个屁股撕完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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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